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潘 专业做白酒团和和必发 很高兴的又和大家见面了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 凭借一款钓鱼台的产品 就是我面前这款钓鱼台的真品一号 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 钓鱼台这个品牌 一直在酱香型白酒 整个产品市场当中的热度比较高 包括有一些产品推广 还有它的酒体 包括它后期 包括现在有一些传言 钓鱼台的热度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总体上来说 钓鱼台的品质 在整个酱酒的企业当中 确实也是属于非常不错的 包括它的产品的工艺 还有它用的原料 相对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大家对它的认可 包括它的品牌定位也是很好的 今天这款真品一号 它是我们大家知道 有一款法郎彩 就是包装非常漂亮的一款 法郎彩的真品一号 所以这款也是一款真品一号的 一个就简装版 简装版的一个真品一号一样 它这个产品的酒体 都是一样的酒体 就是A++的一个酒体 今天给大家品鉴一下 这款产品的一个口感 酱色版真品一号 也是一款A++的酒体 因为这款产品的性价比 还是非常高的 在当下的市场行情当中 当下的钓鱼台的产品当中 你寻找一款这样的酒体 这种价格的产品不多 因为确实从春节之前到现在 这个钓鱼台的价格涨幅还是蛮大的 大家可能选择的产品 确实比以前贵不少了 今天给大家品鉴一下这款产品 钓鱼台 钓鱼台整体的风格还是非常不错的 酒体的颜色属于那种微黄透明的颜色 不是很黄 这个微黄的颜色 挂壁也非常好 这个钓鱼台的香气呢 和毛细的香气 虽然有地方差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整体的香气呢 还是非常的浓郁的 浓郁的应该是一种非常浓郁的香气 但是这种香气呢 略微有一点点那种 还是那种这个 我也不好去形容 就是感觉那 反正有酸酸的那种感觉 还是很香 这香气呢还是不腻那种感觉 入口的感觉还是非常的好的 它有酱香 这个钓鱼台的风格呢 有这种酱香型白酒独有的这种各方面 你包括酱香突出 酒体醇厚 还有这个回味悠长 这个流香持久 这种感觉 在钓鱼台的产品当中 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包括它整体的这种浓郁感 还有这个酒体的厚重感 确实整个钓鱼台的产品当中呢 确实略微的 你包括低端产品 包括一些高端产品 它都能体现出来这种风格 而且现在钓鱼台入门级的产品 价格也不便宜 这个包括那些A级酒制的产品 也不便宜 所以整个酒体这种风格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回香啊 包括这个尾段的交香的舒适感 整个酒体的协调性 整个风格还是非常突出的 没有什么鞋达味 不像有一些产品 有一些酒厂的一些产品 现在好多了 隔以前呢 前几年的时候 你包括一些大酒厂 也存在一些情况 包括他们酒体 皮次不一样 感觉口感略有不同 但是呢 钓鱼台整体的风格呢 确实是比较稳定的 整个酒体的口感也好 还有它这一个品质啊 包括它的品牌定位来说 它整个产品行业当中呢 是属于非常不错的一个 一个品质的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品店了一下 这款钓鱼 它是真名一号 这个产品的品质口感 确实非常不错 酒质啊 还有包括这个产品的定位 这个大家可能感觉定位呢 不如一些产品 扫码价格高 定位呢 没有他们的定位高 但是它的品质 确实已经 和他们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品质 你包括一些 我就不多说那些 那个产品了 酒质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这款产品的价格 相对来说呢 更合适一些 性价比更高一些 好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品鉴了一下 这款我们这一款 钓鱼它是真名一号 如果各位有什么想法 或者建议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私信我 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 我们本期的视频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